然后今天的大概的直播的一个结构是 第一部分的话是由弗林格斯大学的代表Emily 简单介绍一下弗林格斯大学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要给大家一起开这个直播课 然后另外简单介绍一下 咱们弗林格斯大学的现在一个情况和MBA的一个课程 紧接着今天主要的内容的话是交给Michael 交给Michael是我们的非常资深的一位会计事务所的老板 然后干这行估计已经有10年了 10几年了 15年了 然后他今天会跟大家去分享一下840亿澳元 然后我们的中小企业应该如何去获取补助 然后共度难关 还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属于我们中小企业应该获得的钱的话就不要错过掉 对吧 然后我们今天的话是在弗林格斯大学的一个会议室里面 然后也是我们也非常注意social distance 然后我们整个会议室里面就我们三个人 我然后Emily和Michael 所以说我们大家都是很注意这件事的 然后好 那我就废话不多说 我先交给Emily 那你可以过来介绍一下 好 谢谢Chris Hello大家好 非常高兴呢 今天通过这样的一个直播的形式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弗林格斯大学的一些情况 那么知道最近呢 其实很多中小企在疫情的影响下 在怎么样能够正常的继续 没有办法正常的继续营业的情况下都受到很大的打击 那么非常感谢微信广告这次的邀请 跟我们弗林格斯大学联合 这样的作用 Michael跟Chris的一些内容 对大家的企业会有帮助 那么我这边呢 开场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弗林格斯大学的一些情况 以及我们商科的一些专业的一些特色 希望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那么我们弗林格斯大学呢 是位于南澳洲的澳大利亚市 我们现在在Aderley有三个校区 主校区的Biffle Park 我们今天所在的会议室 就是在我们的主校区 那么我们还有理工科的通子里校区 以及我们在阿德的市中心 Victoria Square 维多利亚广场也有一个校区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主校区的俯瞰图 那么可能有一点点反光啊 这个荧幕上不好意思 那么其实我们的主校区 占地面积非常的大 风景也是很优美的一个校园 呃远处呢 这边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是一条海岸线 由于我们的地势稍稍比较高 所以在我们学校是可以看到海景的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环境 大家看得清不清楚啊 其实在我们在学校这边 政府已经在投资 正在建设一条新的火车线 会延续到我们的主校区这边来 那么这个火车线呢 其实已经正在动工 那么预计今年是会落成使用的 那么这个火车线通了以后呢 到从福林德斯的主校区 到阿德斯中心 只需要17分钟的火车就可以到City了 非常的便利 那么另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长远的 10年的发展规划方案 这个是跟南澳洲政府 同步在投资的一个方案 就是我们的福林德斯Village 呃我们从现在开始到2030年 我们预计在东西那一片区域的附近 我们会建一个福林德斯Village 那么里面包含了我们会新增3000个床位的宿舍 并且还会有酒店 shopping mall等等 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必须的一个措施跟facility 那么另外呢 其实这个福林德斯Village 它的一个发展规划 将来是要跟Marion Shopping Center 连成一线 成为阿德莱德的第二个CVD了 所以未来的10年间 在我们福林德斯大学附近这一片区域 会增加很多的就业机会 那么关于福林德斯大学的一个 学生的一个满意度 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名列在 整个澳洲比较靠前的一个学生的满意度 那么在2020年的Good University Guy呢 我们福林德斯大学 我们是在整个南澳的满意度 在很多排名上都是排名第一的 比如说我们的teaching quality 以及我们的那个starting salary 都是排名第一的 那么并且还有一个 大家特别值得关注 在整个澳洲40多所高校里头 我们的研究生的就业率 是整个澳洲排名第二的 那么所以说我们的学生毕业以后 他们就业的这个速度非常的快 就可以进入我们的这个职场上面去工作 找到跟他们专业相关的 这样的一个管位 那么关于我们的商科的课程呢 其实有几个特点 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个呢 我们是100%安置实习 那么实习的安排呢 下面会有另外一个slide 跟大家详细的介绍 那么除了实习以外呢 我们的商学院在去年 年初拿到了Amber的认证 我们的MBA是有Amber认证的 Amber是国际上对于商学院 对于MBA认证的一个权威的这样的一个协会 这样就证明了我们的M的教职工的队伍呢 都是非常好的 我们有90%以上的老师都是拥有博士学位的 那么这边有一个图片啊 我们两个礼拜前正式开始启用的我们崭新的trading room 那么我觉得这个对于可能都finance的同学来讲 可能都不陌生了 那么我们是在新的trading room 那么在我们的主校区里头 那么所以以后大概70%以上的商科的学生 都是有可能用到这样的一个facility 我们的一个新的trading room 在我们的主校区里头 那么关于我们的实习呢 再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实习呢 在本科和硕士阶段的学生都可以参加 本科基本上是以选修课的形式出现 硕士呢 有很多课程是以必修课的形式出现 根据我们过去三年的数据统计 每三名参加实习的同学 就有一个比例是非常的高的 那么并且呢 我们这个实习有跟整个澳洲超过200个合作企业 都有这样的一个实习的合作 那么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NAB银行跟ANZ 都是我们的合作方 那么包括婆永道以及德勤 也是我们的实习合作方 那么会给大家提供很多跟专业相关的实习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么最后这个呢 我知道大家可能通过屏幕可能也看得不是特别清楚 我就简单的带一下 这边也是我最后的一个slide了 我相信今天的重点肯定都在Michael那边 那么这边是我们的一些商科专业的一个简单的列表 大家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像我们的会计 市场营销 Financ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或者是HR Management 在我们这边都是有开设的 本科硕士 MBA 或者是Master of Business 我们都有开设 那么今天我们的内容就是这么多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是交给Chris Chris 是Chris吗 没有交给Michael 直接给Michael OK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由Michael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怎么样能够运动政府最近的一些经济的援助 来帮助到各位的企业 有请Michael 我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然后我是一名注册会计师在这行业大概16年了然后有一个自己的会计事务所叫TAT明泽会计师事务所然后可能大家有些人的话 会在我的一个YouTube的频道叫做澳洲Michael想追法也认识我 今天的话就真的特别非常的荣幸能用这种直播的形式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澳洲政府推出的一个刺激经济补助的一个政策价值840亿澳元 然后这里面的信息量很大 这个立法也是在24号刚刚3月24日刚刚立的法我在这一周也是看了大量的信息然后把所有的信息整理出来 然后一个让大家更容易懂的方式希望大家的话对这方面有一定的了解然后看一下自己是否满足这些条件来看能不能拿到一些补助帮大家就是你的企业或者个人能够度过这次的难关好吧 那我先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正题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但在之前的话我还是要做一个免责声明这个政策是刚刚出来的然后我以我自己这么多年的一个专业知识对这个政策的一个理解我给大家做一个分析 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的话一定要咨询一下你自己的会计师或者是我们也可以看我们能不能 尽量的去帮助你了解你的情况的基础上好吧 今天主要的内容有几块就是这个就是经济补助的这一块包括了哪一些第一个的话就是资产立即抵扣 第二个的话就是额外的5%我会说到个人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雇佣注册学徒工的雇主他们能得到什么样的好处 然后再是说对于暂时陷入困境的企业在税务局这方面会给他们哪些好的政策他们可以去使用 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这个雇主的现金补助也是大家在不管在网络还是在新闻都能看得到2万到10万的这个补助 所以我今天就是整理了一下用不同的例子来跟大家分析一下然后希望大家对这方面有更好的一个理解和了解 然后下面的话就是关于个人的一些补助比如像是你可以提前领到养老金你怎么去领这些养老金好吧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个人的经济补助因为很多人可能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失业了啊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一些家庭的经济补助你在哪里去领怎么样的一个这个情况我大家也会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然后比如像你需要在哪里去申请啊这些所有的东西好我们先说就第一个哈 第一个叫做资产立即抵扣资产立即抵扣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平时你买的一些资产啊比如像生意用上的这个设备你是需要每一年去做折旧 比如像你这个资产有10年的一个年限那每年的话大概可能有10%的一个折旧 那这一次的话他这个资产立即抵扣的话他就是说你可以把你买的资产啊可以直接放到你的利润表里面减少你的那个收入也减少你的利润最后会减少你的税 那这个资产他有个上限原来的话是大概3万澳币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啊澳大利亚政府出台的这个政策直接上调到了15万澳币啊15万澳元以下的资产 你购买啊你都可以直接作为一个抵扣啊那第二个就是说之前的话一般都是说你是5000万澳元营业额以下的企业可以满足直接上调到了5亿澳元的营业额下以下都可以满足这个条件可以直接做抵扣 其实就是大大的降低了啊你的利润和到年底2020年6月30号所调交的这个税啊但是这个时间不长只有是从3月12日就是这个公布这个经济补助的那一天到今年的财政年底结束6月30日只有这段时间你购买 并安装了这个设备你可能才能得到这样的这个好处啊那这从一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说政府出台的这个政策希望 这些有这么多营业的钱就是满足这个条件你就比如像你预估要今年的7月份8月份或甚至是10月份12月份去购买这些设备啊那你能不能现在去购买啊因为现在的购买和这个现金流增加会帮助这个经济的这个呃缓冲啊就是这个经济的下调会把它缓冲一下 然后最后一点的话就是说他的这个政策是在6月30日结束那6月30日结束以后他的那个资产立即抵扣是多少只有1000澳元以下的资产才可以立即抵扣也就是说他更从另外一方面鼓励是说你赶快用不用的话你以后1000澳币上或者1000澳币的资产你都需要去做拯救啊好吧 这就是资产第几几扣的情况 呃第二点的话就是出台的政策就是额外的50%的一个折旧抵扣 一般来说这个是新的政策啊之前是完全没有这个类似的这样的政策 所以他是对于哪些资产就是对于我们刚刚说的15万澳币嘛 然后如果这个你买的资产是多于15万澳币或者是15万澳币 你就可以用这个政策了因为你不能直接做抵扣那从2020年7月11以后的话那你就是没有这样15万也没有3万那只有1000澳币或者1000澳币以上的资产那你只能用这个50%的折扣 而且这个只限于这两个财年19到20财年和20到21财年 嗯Michael有人问一个问题我插一下啊他说超过58000澳币的车能不能低啊 啊58000澳币的车可能是6万可能是7万啊那这个车的话主要是你是生意用途还是你的私人用途如果是有私人用途的话这个是不行的 那他最主要的话这个车啊主要是生意用途比如像是说你是运货的一个车或者是一个货车啊而且你这个车是基本上是百分之百的话都是生意用途如果你有私人用途进去的话这个折旧就会大大的打成扣就是根据你的私人用途而而打着就打着扣好吧那就是刚才回答刚才那个人的问题好吧那你看是不是要我们到最后 再把所有的问题还是及时的去回答这个问题 嗯没错直播的话呢其实就是一个呼噜的过程那行然后呢啊还有一个事我们你说一下就是我感觉呢现在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说是我在问Emily啊如果咱们有一个小白板有小黑板能够把这个旁边比如我写一下今天我们要讲的几个点是什么 是吗因为直播的话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有可能会来了走来了走对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可能到最后还会做一个整个 好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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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行那我这边继续啊刚才就跟Chris沟通一下嗯嗯嗯然后第二部分的话就是说它是企业营益额是5亿澳元就没有是说从之前的5000 澳元啊直接上调了5亿澳元因为之前没有这样同样的政策所以的话直接是5亿澳元营额下的企业也就是大部分的企业都可以享有这个额外的50%的折旧抵扣啊 然后这个购买的时间就比刚才资产直接抵扣的话会更长一些是从3月12日2020年啊到2021年的6月30日也就是大概有15个月的时间你可以去做这个安排去购买啊那这个折旧怎么去计算呢我最后一个点就是说给大家一个大概的这个计算公式啊就是总折旧的话你可以抵扣的话是你当年买的这个资产 或者这个设备这个价格的50%之后再加上这个50%抵扣完后的资产的剩余价格再乘以一个正常的折旧比例那就得出一个他平时应该的折旧加上额外的50%的一个折旧 然后总的折旧就等于你可以去抵扣你自己公司利润的一个折旧 我用一个案例给大家分析一下然后可能大家会更明白啊 我们就打假设哈这个ABC公司在2020年的7月1日会购买一套价值30万的一个食品包装设备啊 他平时的这个折旧的比例只有20%啊如果在利用这个政策里靠 ABC公司可以在2021年也就是2020年7月1日到2021年的6月30日折旧18万澳币啊 这怎么计算的呢就是这个30万澳币的设备乘以50%等于15万澳币的折旧 加上剩余的这个15万就30万澳币减去15万澳币已经折旧了啊 剩下的15万澳币乘以20%啊就等于3万澳币加起来就是18万澳币可以在你2021年产业做直接抵扣 下一个的话就是对于一些雇佣的注册学徒工的雇主他们能得到什么样的一些经济补助啊 这个经济补助的话是根据你付学徒工的工资来决定啊他会补助50%啊 但是他有限额是每个季度每个学徒最多7000澳币啊最多是21000澳币 为什么是21000因为这个时间段是从1月1日2020年的1月1日到2020年的9月30日啊 这就是三个季度啊每个季度7000澳币也就是最多1000澳币啊可以了 然后但是有条件啊第一雇佣员工至少就是少于20员工的企业才可以满足 而且这个企业是需要在2020年的3月1日啊的时候是有雇佣这些学徒的 那政府怎么知道是学徒这个学徒是不是我说我在这个行业会计师做了很久我就是老师师徒啊 那这个Australian Apprenticeship Support Network Provider啊 这些学徒需要通过这些这个Provider去注册啊 这关于叫做Australian Apprenticeship Incentive Program下的啊 我这边提供了一个这个网站大家如果对这方面会想去了解的话这个网站是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啊 但是如果你一般都是有学徒的雇主你其实应该知道啊你是有这样的这个学徒为什么呢 因为学徒你如果雇佣这些学徒你本身就会拿到政府一些补助啊 这个50%工资的补助就是7000澳币是在你之前的这个补助之上好 又多加了7000澳币好所以的话但是呢就是这边啊我在今天前几天在看见了哈就是说雇主的话是需要在2020年的3月31日 至2020年的12月31日就是这个这个年底啊需要去注册领取这个补助啊 这个可能还不是自动的你可能需要去注册需要去申请好吧 所以这个如果你是这样的雇主的话请注意这一点 然后下一点的话就是说我刚刚说的税务局帮助这些企业哪些其实里面还有一些其他东西但是我从中选了两样 我觉得是对大家最有帮助的啊就是税务局给的现在陷入困境的这个企业有哪些两个政策 第一个政策就是关于你现在如果有很多的一些税金比如像消费消费税啊 GSD或者是你的边福利税FBT或者是你的企业所得税啊叫做income tax啊各种各种税 如果你现在无法去交付这个钱这个税务局因为你这个疫情的原因然后导致了你的生意可能必须关闭或者你的收入大大的降低你的现金流遭到了非常的这个遭到非常大的这个影响你可以延期这个税金4个月也就是从现在到4个月的话大概7月份再去交这个延期并不代表这个税金就免掉了到时候你7月份可能还是需要去交费 只是说给你这个4个月的这个时间让你去调自己去缓冲这个还是不错的就是说不让就是他不会去追着你去要前几天其实我也看了一个新闻税务局发的他们现在在基本上在呃看就是基本上会停止然后跟中小型企业就是追这个税金的这个事情啊所以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就是说不要让呃所有的中小型企业还有这样的这个压力 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说每一个企业的话他会按照就是去年你所交的这个税金啊就是企业所得税金来预缴你今年的税金它是分成4个季度啊去交这个税金我们现在在在这个季度就是19年到2020年的财年所以两个季度已经过去了啊如果去年是有缴税的 那你可以在今年2020年的3月份做季度报表的时候去把这个之前的两个季度的预缴税申请回来 这个可能就需要您的会计师给你配合把这个钱给拿回来如果你是受到了这个疫情的影响陷入困境的起因可以做这样的事 因为税务局对这方面的话他不是说自动给给你你需要去申请他会看每一个不同的情况来做决定好吧但是这个是放在了桌子上你可以去拿的 然后这个就是关于雇主的现金补助这个是大家一直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因为就是各种网络哈新闻就是写的是2万澳币到10万澳币免税的现金补助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什么今天的话就是把这个整理了一下然后呢用很多的一些案例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希望你对这方面有更更多的了解好吧 然后我先说一下历史这个政策现金补助公布是在3月12日公布的啊 然后在随即在3月22日啊然后又公布了660亿就第一个12月份12就是3月12日的是公布是176亿啊 好3月22日是公布了660亿也就是接近840亿的一个经济不住啊 然后只花了两天的时间就把它立法了啊也就3月24日的时候这个补助就得到了批准啊就立法了所以就是大概这就刚刚过去的周二好吧所以在这短短的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然后大家都想知道这个补助金是什么 刚刚刚说到了这个补助金是民税的而且是至少2万澳元到10万澳元在3月12日的时候的话它这个补助金其实只有只有2000澳元然后呢升到了2万澳元 然后之前的话可能只有25000澳元现在是涨到了10万澳元所以的话呃在短短的时间其实增加了很多也是给了很多的企业一些经济补助啊那这个2万澳元和10万澳元是怎么计算出来的话就是我的第4点就是关于你的员工的代购税金它是根据你的员工代购税金是多少 然后来进行相应的这个补助那有些人说我付了员工工资但是我没有呃给这个员工呃代购税金因为他的工资非常的少我也不需要没有这个义务去给他做代购税但也没关系只要是你有付工资你有顾员工所以他为什么说了一个2万澳元的一个最低额度你可以拿到这个补助我后面会呃细讲好吧然后这个雇主是包括了啊 非盈利组织个体经营合伙制有限责任之公司还有信托就几乎基本上每一个这个结构哈都都可以满足这个条件啊然后最后一点啊很重要就是说符合条件的企业雇主将通过两个阶段得到这个现金补助啊我下面画了横线哈是一个符合条件所以这个非常重要你得审核一下你 自己是否符合这个条件第二是两个阶段他是分两个阶段去为什么两个阶段一会儿我也会提到他真的两个阶段给大家这个现金补助首先的话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符合条件因为你符合条件才能拿你不符合条件那你就不能拿到了那第一点的话呃我们要看的是说2020年3月12日的时候 你是否持有ABM而且你现在也是保持着继续经营就是变成关键了就是说你不能是说现在马上建一个公司啊然后呢这个公司就开始雇人啊这个是不能满足这个条件的所以必须是你这3月12日就有ABM 是什么意思ABM就是你是有在经营生意的啊第二条件你的年收入就是你的企业的营业额哈是在5000万澳币以下啊那这个5000万澳币是怎么决定的因为我们现在是3月份今年的财年都还没有做完我们怎么知道那这个税务局也有说他是会看去年的那去年的话可能就是2019财年的你的呃收入 那这个财年的话就是18年的7月1日到19年的6月30日你的这个营业额是多少但是一般这个企业的话如果你是找这个税务代理帮你去做你的呃截止日期其实是今年的5月份所以有很多人现在其实还没有把自己的税表交上去那怎么办因为税务局也不知道我的营业额那可能税务局就会看2018年的财年看是否满足这个条件 好吧然后第四点的话就是说你是否有支付员工工资我刚才也说了一定是要支付员工工资因为他是为了去让你不要就是持掉你的员工来继续的去雇佣他们让他们在你的这个生意里面啊继续尽量维持这个生意因为更多的人失业其实对政府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所以这个工资也是包括了董事的费用也包括了解雇金也就是 就是说你可能没办法必须要解雇这个员工的话这个解雇金也包括在这里面好第四点就是关于是说在2020年的1月1日到2020年的9月34日你必须要散报你的季报或者月报就是我们所说的是BAS或者IAS OK其实现在已经3月份了那很关键的是说你现在3月份到9月份30日只有半年的时间你必须要保持金你可能才能满足这个现金补助 最后一点啊你要满足的就是关于你的报税历史所以你的报税能不能有没有就是按时去报其实也决定了你现在的这个能不能拿到这个现金补助啊这个里面其中这个呃 呃报税历史哈因为比较复杂啊所以的话他有两个条件你只要是满足其中的一个条件你也是满足了刚才这个第五个条件就是这个报税历史的条件那第一个你要看的话就是说 2019财年你是否有营业收入如果有就是OK啊并且你在2020年的3月12日啊或者之前申报了给税务局如果你申报了又有营业收入那你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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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你就满足了啊但是如果你还没有申报你的啊税表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你可能年底要交税所以你可能会把你的这个这个 企业所得税表呃就是说在五月份去交所以你还没有上报或者你还有其他的资料还要跟会计师去沟通啊你还没申报那怎么办你觉得就满足不了了我就看第二项第二项的话就是看你2018年7月1日到2020年的3月12日也就是这个公布这个经济计划的那个时间你是否有申报有营业收入的季报表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看你这段时间啊就可能一年半多的时间你是否有在经营你是否有营业收入是否满足这个条件好吧 要不要喝口水需要喝口水喝口水休息一下 这边也有一些个也有一些问题现在现在是YouTube上有80个人OK 等于这边的话是三十多个人你稍微转一下好的好的然后你给我拿一下我的我的你的水平有三个问题好的好的那行我们先暂停在这里然后现在现在有三个问题肯定是有很多人有兴趣中央企业主对吧 包括包括包括就是收缺点收缺的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个人经营个人经营是包括的包括的但是包括的话需要注意这个点如果你个人经营收缺点你不可能自己给自己发工资OK你必须你是说个体经营你是由雇员工啊比如像你开了一个飞行chip show 就是那个你卖薯薯薯薯薯薯薯和鱼的这个店你可能会雇一些员工啊但是呢你大部分的最后的利润会到你自己的手上但是你自己不是员工所以很重要的一点重要的点就是说你有雇员工而不是给自己发工资你也不能给自己发工资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点soul trader不能给自己发工资但是企业business就可以公司可以自己发工资 OK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们是家庭信托公司之前没有副工资只是拿分红现在开始副工资可以申请OK这个非常好的问题很多人会在这个情况下甚至延伸做说可能还没有问的问题可能他们也会想到是有限责任职公司平时都给自己分这个dividend啊就是分这个股息 然后突然这个政策出来了啊然后我现在可能要去拿这个工资啊这个问题很多啊然后这个我一会儿也会讲到啊但是我现在可以提前去回答一下这个问题这个是在税务局3月25日啊公布的一个消息公布一个什么消息呢就是说如果你之前付自己的钱的形势 但是突然是突然在一月一日以后有很大的改变他们可能就会对你的这个企业进行审核 为什么你之前一直都是通过你的家庭信托给你的分红而现在你马上就变成工资 你的唯一目的是不是就是为了拿了这个现金补助如果是那他全力这个补助给你破掉也就拿不到如果甚至严重的他可能还会有罚款OK现在这个疫情那么严重税务局可能也没有那么多人去检查这个很有可能你3月份上交完了以后你可以拿到这个经济补助 但不代表一年以后他会不会回来再找你看这个问题好吧所以大家要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一个合理的理由可以解释给税务局为什么我现在突然开始做这个公职了啊这个就需要你跟你的会计师去沟通啊了解你的因为会计师跟了解你的情况好吧我简单先回答一下问题优尔华雅会说到嗯我相信这个问题肯定你也是说的他说要问就是 就是补助金怎么计算啊对我就会说到然后呢还有一个人问问是关于现金补助请问公司在2019年8月注册ABN但是在2020年1月才有银行其条件均符合能否有权拿到补助呃这个就是19年8月份注册的ABN就注册公司有6个员工我得问一下啊这个很关键 因为你有营业额啊是可以你再继续经营所以我刚刚说了有很多的条件你需要去符合的然后如果你没有员工的话你是就就不能符合因为他这个雇主的现金补助主要是为了去补助你付员工的工资啊如果你是给自己付的话很有可能就会被税务局 他说有顾员工啊有顾员工是很有可能的但是有一个这个情况就是说你的收入是在什么时候所以我这一点的话是说18年7月1日到2020年3月12日你是否有申报有一个收入啊 就是说你不要把讲义挡住在微信的时候都都可以这个都可以寄给大家的嗯嗯嗯然后呃在这段时间你是否有申报这个营业收入那也就是说你是3月份会申报营业收入 然后3月份也会申报这个呃呃工资吗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是有可能的因为你的ABN在之前就一直是有的但是呢你这种情况还是很有可能会被税务局问到就是说你之前一直没有经营怎么突然开始经营还有付工资那他要看一下你这个的真实性这是非常的关键嗯嗯好的嗯好的今天 你还有什么其他问题暂时还有一些问题但是我感觉你后来肯定会cover掉啊我会我会很多的所说到的啊那行那关于这个符合条件的这一条就我做了一个一个表格啊一个图这个图的话你可以到时候我们可以发到这个群里这个图的话你就可以一步一步的去审核你自己到底是否能不能符合这个条件好吧有会儿Chris我们可以就是发一个到时候发到这个群里这个图的话你就可以一步一步的去审核你自己到底是否能不能符合这个条件好吧有会儿Chris我们可以就是发一个到 这个群体好吧大家可以去审核看一下啊OK然后涉及到第二部分呢就是两个阶段的现金补助好吧我先把这两个阶段都说一下然后呢我再分两种不同形式的去申报的雇主来说因为有些雇主是季度申报有些是阅读申报所以的话我分开这两个部分说我先说第一阶段是什么第一阶段的税金的多少是根据你 你的员工代扣税金的多少来决定也就是说你第一阶段我们有个时间是1月1号到6月30日你到底给员工的代扣税金是多少OK如果你没有代扣税金那你可能就就是其中的奥元如果税金多那就是比如像是3万奥元就3万奥元如果你的代扣税金可能是6万那你最多也只能拿5万奥元那有些人说为什么是2万到10万 那就涉及到第2个阶段那第2个阶段是怎么计算的第2个阶段就等于第1阶段的税金付出OK也就是你之前在第1阶段拿到1万奥元那第2阶段就拿1万所以是2万如果你第1阶段拿到5万奥元那你第2阶段也是拿5万奥元所以就是10万这么得来的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就是在这个第1个阶段你怎么去拿 第1个的话就是雇主需要准备什么在这一周我帮很多的客户已经解答好多的一些问题了就是关于我在季报我怎么拿月报我怎么拿我这个能不能拿到好吧然后所以我现在的话我想一下可能用这种表格的形式大家更容易去理解我很多的客户就是说你现在需要做什么你现在需要做的不是做其他的你现在就要准备这些3月份期付的报表 和6月份期付的报表但6月份的话等于四五六以后了但现在最主要就是3月份期付的报表那3月份的季度报表你交即时的交上去以后如果你是在4月10号或者4月初就交上去的话你很可能会在2020年的4月28日拿到这个付出金多少钱呢就等于3月份季度你给员工的代扣税金或者是1万奥元如果你的代扣税金是少于1万 那就是拿1万奥元多于1万奥元就是这个代扣税金的金额6月份拿的时候是多少就是在你的季度结束以后的28天7月28日但是你必须要在之前申报你可能才会享有你在之后去申请并不代表你没有但是你可能你的这个补助金就会滞后那是多少呢就等于6月份季度员工的代扣税金 或者是4万奥元为什么4万奥元呢就是如果你会更多的话你的代扣税金那就可能是最多到4万奥元因为它的总额第一阶段不能超过5万奥元OK我下面用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事情因为大家听了可能还是没有那么的清楚我的例子里面的话就是也是讲述了很多不同企业的这个情况 好第一个例子的情况基本上是说我是一个雇主但是我有员工但是员工我给他的工资都比较少我也不需要做代扣税金因为他们的工资非常少因为在澳大利亚的话你如果只有第一分工的话那你大概300欧比一个星期的话雇主是没有义务去做这个雇金但是所以我在员工代扣税金里面是零在3月份季度和6月份季度 但是我打了一个括号你是有发工资的一定是不足于发工资这是非常关键点啊那如果3月份季度你交上去了以后你有营业收入也有工资但是没有做代扣税金你可以拿到政府的1万奥元的一个付出金啊如果你是这种情况6月份的话你如果也是同样的这个情况啊那你就没有了因为第一个因为你没有呃做任何的代扣税金啊以后我讲到例子 如果你在下一个季度有代扣税金是怎么样所以在这种情况的话下的话你基本上就是可以拿到政府的这个1万奥币的这个付出金了我们再说第二个例子第二个例子稍微有点不一样啊3月份季度是一样的啊也可以拿到1万奥币的一个付出金那在6月份的时候他的付出金就变成5000元了也就是他有更多的人了 啊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的付出金你的你的那个现金补助就等于你6月份季度的这个代扣税金也就是5000奥元那总额你的员工代扣税是5000奥元你的现金补助就是1万5所以你真正可能会拿到自己口袋上的是1万因为那个另外的5000的话是会跟你的代扣税金做的消化啊那这个1万奥元剩下的话也有可能跟你的GST消费税 可以做抵消啊抵消完了以后如果还有剩余的这个钱在这个呃税务局的这个站上就可以退回来啊呃这边我再强调和注意一会儿我还会说因为这个非常的关键呃税务局拿到你这个报表的时候突然发现呃3月份你本来没有工资甚至你可能是去年的每一个季度都没有 带口税金但6月份就来一个5000奥元的一个带口税金这个是怎么来的你付给了谁这个这个人到底帮你做的什么这个到底是否是工资这个可能是在一年以后等疫情结束以后税务局会来的问题所以一定是大家大家一定是要有就是合理的解释而且是合法的去呃做这件事好而拿到的这个付出金 第三个例子我要跟大家说的 就是说可能这个雇主 他的雇员会更多一些 也就是说他平时都有很多的一些 代扣税金去要交给政府 那我们这个例子就是说 三月份这个季度报表 和六月份季度报表的话 都每一个季度大概是一万五澳元 我不知道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怕有些人不知道 什么是员工代扣税金 员工代扣税的话 就是说这个一万五不是给员工的工资 员工的工资可能更高 可能是六万澳元这个季度 但是他的代扣税金就是一万五 因为部分的话是给员工的工资 然后税给雇主扣下来 到时候交给税局 这个叫做员工的代扣税 那这个现金补助 因为你的代扣税金 员工代扣税金是超过了一万澳元 所以的话这个现金补助就是一万五 六月份也同样的 一万五你的补助金也是一万五 所以总共的你的员工代扣税是三万澳元 你的补助金也是三万澳元 那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很明显 你交上去了以后 你会有三万澳元的一个支付的一个责任 然后同时政府的话也给你三万澳元 就是相当于是说你本来要交的这个员工代扣税 政府帮你买单 你就不需要去交了 那也就是说你生于更多的钱 你可以留在自己的手上去用其他的生意用途 第四个例子的话就是说你可能员工会更多 你每个月的代扣税金都是三万五澳元 那你第一个季度上交完了以后 你就可以拿三万五澳元 那第六六月份季度 你也是三万五澳元的代扣税金 那你最多就只能拿一万五了 就不能拿三万五了 为什么呢 就是说你的第一个阶段 最多能拿的现金补助是五万澳元 也就是你十 OK我们现在讲到季报的这个雇主的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只是从怎么样去拿 我们现在用一个例子来跟大家说明 这个怎么拿呢 这个是我们根据上面的利益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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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来说明就是第二阶段的补助金怎么拿 我们如果说第一个阶段你的补助金 刚才那个人的话就是有发工资 但是没有代扣税金 你至少能拿一万澳元 然后在六月份季度结束以后 九月份季度结束以后 每个季度分别能拿钱澳元 也就是刚才说的第一阶段补助金的50% 50%的1万澳元就是5000澳元 随即9月份季度结束以后 在10月份就拿到5000澳元 所以这个总共加在一起的现金补助 如果你都满足了所有的这些条件 我刚刚说的 那就是2万澳元 这个2万澳元就是这么得出来的 随即我们看例二也是同样的 如果在第一阶段拿3万澳元 那你随即在后面的两个季度 就可以拿1万5澳元 在第四个例子里面 就是你可以拿到最多的5万澳元 随即在后面的两个季度 你可以拿2万5澳元 也就是这个 就是总共加在一起 第一阶段第二阶段 就等于10万澳元 这个10万澳元就是这么得来的 最多10万 最少2万 对 但是得满足之前的条件的基础上 OK 我们现在说这个月报 因为有些人是季报 有些人是月报 所以的话 它的计算方法和时间也不一样 但是它的理念是一样的 所以我不会太重复 就是大致说过的同样的话 但是我现在要说的就是说 它的不一样的地方 不一样只是说一个是季一个月 好吧 然后它是从3月12号开始 它是说3月的报表 因为3月只是那一个月 3月季度是三个月 所以的话 在你上报3月份季度报表以后 它是在季度报表过的21天 因为这对于月报的话 它会更快 所以是21天不是28天 所以在4月21日的时候 你上报你就有可能得到 第一笔补助金 那这个3月份上报以后的补助金 是怎么计算的 是等于3月份的代扣税金乘以3 为什么乘以3 因为月报 那可能很多人是会上报 1月份和2月份 但是1月份2月份 它就没有把它包括进去 所以它以乘以3的这种形式 来包括到1月份和2月份 这样的话 对于月报的这个雇主 就不会就是吃亏嘛 这样的话 它至少包括 也就是说 但你会想 如果你3月份的特别的好 那你可能 甚至你拿到的这个钱 平交的这个税金还很高 是有可能的 但是你可能1月份和2月份 你交的好 就是因为时间的不一样 有可能你会交的更高 3月份反而更低 那你有可能就会拿的更少 这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但是这个法律的规定 就是这样的 所以大家得按照这种计算方法去做 我知道大家都有很多 在这方面的这个疑问 我觉得提前可以说出来 当然你还有其他的疑问 就欢迎就是发到聊天室 到4月份的时候 就是5月21日的去上报 上报了以后 你可以拿到补助金 就是4月份的代扣税金 但是3月份和4月份加在一起 不能超过5万澳元 随即5月份在6月21日的时候 可以达到现金付出 那就等于5月份的代扣税金 同样的这3个月加在一起 不能超过5万澳元 同样的6月也是一样高 不能超过5万澳元 如果没有超过 那你的这个付出金 就等于你6月份的代扣税金 好了 我们继续用例子跟大家说 可能大家会对这方面 更多的一些了解 然后我就以例 就是第5个例子 第5个例子的话 跟利益有点相似 就是说我是雇主 但是我有雇员 但是我发工资 没有给他们代扣税金 那你在3月份季度报表 做完了以后 你就可以拿到1万澳元 然后后面的话 你每一个月 你也没有代扣税金 所以你拿不到任何的钱 你说了第一个阶段 你最多能拿1万澳元 所以你最后在6月份结束以后 你最多就是1万澳元的现金付出 跟利益是很相似的 第2个例子就是说 我同样跟第2差不多 就3月份我没有工资 我拿1万澳元 但后面我都有工资 那这个工资的 这个代扣税金里面 就是有这个5千澳元 那5千澳元 也就是你的现金付出 也是5千澳元 就是每个月你还能拿到 所以像这种情况 这4个月你下来 你可能是要交的代扣税金 是1万5千澳元 但是你拿到现金付出 是2万5千澳元 同样我要提醒 为什么3月份没有 或者甚至2月份 1月份 或者去年的12月份 你都没有代扣税金 或者付的工资非常的少 但为什么突然4月份到6月份 有更多 这个是需要大家去考虑的 第七个例子 然后就是这个雇主就比较一致的 在每个月给员工的 5千澳元 那3月份会拿的更多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根据你的代扣税金的多少 乘以3 就等于你第一次的现金付出 那5千澳元乘以3 就等于是1万5澳元 就是补上了 你可能1月份 2月份的代扣税金 那相继4月份 5月份 6月份 都同样你的代扣税金 是5千澳元 那你相应可以拿到5千澳元 所以在这4个月的话 员工代扣税金 可能是2万澳元 但是你的补出金 可以拿到3万澳元 那这个多出去了 多出来的1万澳元 你就可以用来去抵扣你的GSD 或者是你GSD不多 你剩下的钱都可以拿来支付 很关键的一个点 就是说 税务局会根据 你在税务局那边的档案 你的银行信息 来给你发这个钱 所以你一定要通过 你的会计资金 如果你没有改变 但没关系 因为是正常的 如果你有改变 一定要通知你的会计师 然后把你的银行信息更新 不然的话 这个钱就会到 不知道到哪去了 就是之前的账号上去了 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 而且感觉问的也特别心酸 说按照政府要求 已经关门停业 如果到9月份 都不能开门引业 BUS申报PAYG为0 是否符合持续经营的要求 还能拿到第二阶段的1万块钱补助吗 OK 很多公司都这个样子 我告诉你 健身房的 它是必须你得管 必须得管 很多那些干旅游的跟我讲 就是说9月份 他们的乐观估计是9月份开始 开始 对 对 就这个样子 对 我知道 肯定是这个样子 我知道 对 还有电影院也是这样的 电影院也是这样的 所以政府 或者是要必须要关闭 按照我知道的确挺心酸的 听到这个消息 然后从政策上来说 如果你是在停止的经营 比如像3月份你是有的 那你可以申包上去 那你可能会拿到1万澳元的 这个补助金 但是你在4月份 5月份 6月份的时候的话 那你基本上就没有员工了 你没有付工资了 那如果你没有付工资 可能就不满足这个条件 而且他说了是持续经营 那关闭了 那虽然是政府的关闭了 但是你的确还是关闭了 按照政府的条例来说 是不满足的 真的很心酸 是不满足的 那你自己发工资行吗 不行 也不行 因为你自己发工资 就是为了满足 这个现金补助 对 我是非常的希望 对于这样的行业 因为是政府的要求 你必须关闭 不是你想关的 餐馆的话 你还可以做外卖 你还可以继续经营 可以有要求经营生 能不能在里面去吃饭 对吧 但是这个是政府 我希望政府能出台 一个政策是说 对于某些行业已经被强制性关门的 也可以在什么样的情况可以满足 对 我是希望的 因为这个政策 大家我刚刚也说了 是24号是批准的 现在其实在这一个星期 有很多的问题 我相信可能如果我们在做视频的时候 又有更多的一些情况发生 或者是问题 我们可以得到解答 因为往后走的话 税务局也是会给出一些更多的一些解释 更多的一些 就是说优惠政策 对于哪些企业 你可能是可以在这个例子之外 好吧 那我特别是说这个人发的一个 就是这个消息的确挺心酸的 然后但是政策的确是现在是这样的 是 我至少我现在没有看到是说 比如像是电影院啊 或者是强迫性关的这种企业 是可以满足这个条件 OK 好吧 第8个例子的话 就是说跟第4个例子很相似 就是说这个人的员工的员工可能更多 他的代扣税比较多 是1万澳元 那同样的 他的3月份的这个季度的1万澳元 就等于这个代扣税机乘以3也就是3万澳元 OK 那随即4月份5月份都是1万澳元 也可以拿到1万澳元 那加起来就是5万澳元 当你5万澳元 已经达到这个程度了以后 那6月份就拿不到了 因为是最多是5万澳元 那还是很不错的 OK 现在我们说的是第一阶段 现在我们说一下第二阶段的月报 固阻 他怎么也可以拿到 第二阶段的话 同样的道理 第二阶段的补助金的总数也等于第一阶段 你拿到这个补助金的总数 他是分4个时间段来拿到 也就是6月份 7月份 8月份和9月份 月报结束完了以后 分别在月结束的21天的时候 他会发放这个第二次的补助金 那分别的这个时间 每一个时间段就是4次嘛 以25%的形式发出来 也就是第一阶段的25% 随即后面三笔 也是以25%的第一阶段的补助金 来给你发放 我们接着用之前就是第五和第八 因为这几个例子是月报的企业主 然后同样的 第一个阶段的现金补助是1万澳元 那分别是在每个月以后 会发放2500澳元的一个补助金 加起来就是2万澳元 这个2万澳元就是怎么得出来给月报的企业主 然后随即 例子6 2万5澳元能拿到的补助金在第一阶段 后面每个25%的2万 就是6250澳元 加在一起就是5万澳元 就是最多的两个季度 两个阶段拿在一起的 然后第七就是3万澳元 3万澳元的话 就是说每个25%的3万澳元 就是7500澳元 7500澳元总数加在一起以后的话 就是这4个月 加上第一个阶段的就是6万澳元 然后第八就是他能拿到最多 就是5万澳 希望大家对现金补助 有更多的一起了解了 应该已经很清楚 应该讲的已经很清楚了 对 因为这段时间被问的这个问题是最多的 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方法 然后我就想看怎么样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来解释 解释得非常清楚 OK 这就是特别要注意的这个事项 特别注意 就是说你在满足的所有的条件 你也做了你的季度报表或者月报表 你也上报了 也有税金 这些都没有问题 OK 这个就是ATO在就是税务局 澳洲税务局 在3月25日指出的 我念给大家听 如果企业雇主利用任何的手段 任何的手段 包括利用重新构建企业结构 建公司或者新托或者什么的 忽然改变了支付员工工资的这种方式 使得自己忽然能满足领取补助金的条件 或者使能领取的补助金忽然增高 都将失去补助金的这个资格 OK 甚至我前几天还看到税务局是说 甚至可能还会有法管 这个大部分的情况就是说 你之前根本就是一直拿信托的 那个distribution就是分红 或者是公司的这个股息的分红 突然你雇主说 我不要这些了 我要工资 突然给自己发很高的工资 这个就有可能会被税务局来审查 当然付的这些工资的 的款的特性改变 好 我讲为什么是特性改变 都将可能被审查 OK 看一下这些是否是工资 为什么 因为之前可能有些人的话 他是会用合同工的这些形式去雇这些员工 然后比如像合同工达了ABM 然后这些ABM到自己手上到可能没有养老金 可能没有如果是按照合法的这种形式 但是突然有这个补助金的形式了 他可能会跟这些合同工说 反正这样你可能变成我的员工 然后我把你放到PYG里面 就是这个员工贷款税里面 这样的话 我可能这边会有 你拿的钱是一样的 然后突然变成这样 突然可能是从 就是7月份到12月份2019年 你可能没有太多的工资 突然你在3月份到6月份几度 一下有很多的工资 或者还有代购税金 然后突然你就可以拿到很多的资金补助 那这个也是需要看这个点 好 然后第三个点更狠 以及如果是工资 是否和之前的工资的特性相符 是否必须预扣这个税款 而且养老金是否也得相应去支付 什么意思 就是说 OK 你现在可能把这些合同工变成了这个员工 你有代购税金 那我看看你之前的这些合同工 是不是应该是工资 而不是合同工 那你要补什么 补养老金 补员工代购税 也就是说 这个可能会你比你 就是说补的这些税补的养老金 可能远远的超过了你的拿的这个现金补助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画的是红色的特别主意 好吧 所以为什么要合法的去拿到这个补助金 所以说有空间 就是你不合法 你就可能会遭到税务局的一个疑问 我想问一下 就是今年说在这个财政年的话 就是很多企业的话 它营业额或者说是收益肯定会大大折扣 在上一个财政年的话肯定会 就是降很多 那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税务局的话 对这个 以你的经验来说 你15年经验来说的话 怎么能规避让税务局盯上你 怎么说呢 第一个我觉得是 对于第一个你得合法去操作 对吧 第二个的话 他可能监测的这个 就打个比方 你在9月份和12月份的季度的时候 我现在说的是说 在税务局的眼里 如果有这样的情况 很容易会被税务局 就算你是合法的 也有可能会被税务局审核 那什么情况 就是我刚刚前面几个 例2和例6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之前并没有任何的代付税金 你的工资也很少 突然在后面这个季度 你的这个涨了很多 涨了很多 就算你是合法的 也有可能会被税务局去看 就是他会怀疑你的唯一目的 就是为了拿更多的现金补助 是 OK 好吧 那这个就是雇主的现金补助 好吧 所以说你讲的很清楚 很高兴听到大家说能清楚了 那就好 那就好 那这个大家清楚的话 就是自己要去做的时候 就是需要跟怎么样去跟你的员工 和你的会计事务去配合 把这个东西做好 这个其实是我在早上给大家加的这一个 这个其实不在这个840亿的这个计划里面 其实是在那个 中这个澳洲的中央银行里面的 这个900亿的计划里面 那900亿计划为什么我放出来的话 因为这个是主要还是针对于企业 如果你是陷入了这个因为这个疫情的困难 那个政府对于一些 无抵押的贷款 他可以担保50% 前所未有的 就是我至少没有听说过 政府会帮你去担保 就是对于一个中小型企业 会担保50%的贷款 一般担保你是用你自己的房产去做担保 但是现在不需要政府会帮你担保 这种事情 如果你的企业陷入这种危机 然后你需要这个资金流去周转 好吧 那担保的条件是什么 担保的条件是说你的企业是在5000 澳元以下 他们他们应该会跟银行去沟通 去了解更多的信息 我只是把这个放出来 让大家知道有这样的信息 具体你是否能拿到25万的贷款 还是得根据你自己的情况 然后跟你的贷款 贷款或者是银行来沟通 然后它的好处是什么 它不需要提供任何的资产抵押 大部分都需要资产抵押 而且政府会给你担保50% 前6个月有可能都会免除这个月供 这样的话给你这6个月的时间的话 你不需要去付任何的贷款的付款 然后另外我在 因为这是关于贷款这一块 这是我也是读了很多的 可能大家也是知道这一块的 就是说你可能自己有个人的贷款 就是房产的贷款 也有可能你生意上也有贷款 那现在不同的银行都有不同的政策 那大部分的情况的话 就是说你可能是 你可以延期你的还款 就是你的每个月的月供 你可以延期三个月到六个月 生意好像是比较统一 都延期六个月 这样的话给你的足够的一个薪金流 你可以用到现在去继续的 去做你的这个生意 或者是怎样去宣传一下你的生意 可以继续让他去经营 然后前面全是说的企业 现在我说一下个人 个人这一方面的话 我列了几点 就是包括在这个840亿澳元的 这个计划里面 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 但是我觉得这几点是对大家可能更有用的 那标题是说个人提早领取养老金2万澳元 他说太好了 在哪里去领 养老金是什么 养老金是 不是政府的这个养老金 不是说我们说的那个喷行 养老金是说你之前有给雇主打工 然后你的雇主会引以工资的5% 达到自己的养老基金 这个养老基金有可能是银行帮你管理的养老基金 也有可能是很多的金融机构 他做了一个养老基金 然后他是要打到那里面去了 这里面你可能现在养老基金根据你的工作的年限 可能有5万澳元 也有可能10万澳元 甚至20万澳元 在你的养老基金的账户 这个钱你是一般是不能拿的 直到你退休 也就是大概60到65岁以后 你退休 你没有在工作的时候 才可能拿到你的这个养老金 要满足所有的一些条件 我在这不细说了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政策 这个3月12号公布的 而且是3月24日立法的这个政策 所以你可以提早去拿到你的养老基金 最多是2万澳元 好 在2020年的7月1日之前 你可以申请1万澳元 在7月1日到9月24日的话 你可以再申请1万澳元 另一个条件 你是失业了 或者是你满足了申请Centerlink 也就是社会福利的一个 政府组织的 的你是满足可以申请Centerlink 和津贴的一个资格 你可能才会拿得到 或者是在2020年的1月1日以后的话 你是被解雇了 或者2020年1月1日后 你的工作小时是减少了至少20% 或者是2020年的1月1日后 你是一个个体经理 你的营业收入减少了至少20% 如果你是这些情况或者任何的情况的话 你可以通过这个MyGov 就是这个政府提供的一个中心的一个网站 或者是你手机上都会有这个机 你可以通过MyGov 向税务局 ATO澳洲的税务局去申请 当你申请了以后 把你的养老基金的资料提供税务局 税务局会审核 你是否满足满足了以后 他会通知你的养老基金 把这个钱打到你帐上 第二个部分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个人的经济辅助 大家也看到在网上或者新闻 就是每两周会拿到550澳元 OK 这个550澳元是在你现有的津贴的基础上 这个津贴是从哪里 大部分可能是从Sentlink拿的津贴 在这个之上你可以拿到550澳元 OK 大部分这个个人是包括谁 包括个体经营者 全职工 或者是合同工 但你必须是澳洲的PR 也就是永居或者是工营 你必须要申明 申明 你必须是被解雇了 工作小时大大的减少 不能上班 也无法领取年假 就是有些企业是说他还在经营 但是说不好意思 我们不能再给你去复工 因为我没有工作 你休年假吧 有些人还能拿年假 如果你拿年假的话 你可能还满足不了这个要求 如果你年假也拿不到 或者你年假用完了 你不能上班也没有工资了 这也可以 或者是你是个体经营者 对营业额大幅度的减少 这个在哪里去领 也是Sentlink OK 不是在新闻上 大家都能看到好多人去注册了 你把这个账户跟你的 连在一起 你就可以在网上去申请了 不要不需要去排队 完全不需要 网站 不是说了吗 这个网站overload吗 对 我知道 其实现在好多的一些网站都overload了 但是我相信他们政府肯定在这个方面的话 加大的马上把这个解决 因为他不想看到更多人的聚集在Sentlink的外面 OK 所以的话 让大家耐心等一下 我觉得是可以在网上会更好一些 OK 然后下面的话 也是一些个人需要满足的一个 的津贴的一些资格 就是说哪些津贴你拿到了以后 你可能才能拿到额外的两周的550欧元 比如像叫做 原来叫做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说 寻找工作的一个津贴 这个一般是对于你的年龄 是在22岁以上 那如果你在22岁以下 你申请的话 就是有一个 就是农户的津贴 还有一些叫做 Special Benefit Recipients 特殊的津贴 那你有这些津贴的话 你就很有可能拿到这个 每两周的550欧元的这个补助金 那同时我说的申请的机构 就是在Service Australia 或者也叫Sentlink的网上 领取的时间 它也有一个时间 是2020年的4月27日到2020年的10月27日 它在这段时间会发放 就是额外的每两周550欧元 也就是说其实现在它 咱们看到人在Sentlink排队 其实申请是4月27号才能拿到的 对的 但是我加一句 就是说我说是550欧元 每两周 是在你现有的境界 如果你现在对技术之上 所以你现在去申请Jobseeker User Alarms 等于4月27号以后 你就可能都会拿550 OK 是这样 明白 大家有对这方面有问题吗 暂时还没有 没有 好的 最后一个可能跟大家分享的话 就是家庭经济补助 家庭经济补助的话 它分了两个部分 就是在3月12日公布的时候 是说又在3月22日的时候 又公布了661的经济补助 这个又包括了第二笔的 750欧元的一个经济补助 会在2020年的7月13日后 会去发放 但是个人的话 是需要满足这个条件 就个人需要在2020年的3月12日 就是公布这个经济补助的时候 到2020年的4月13日 就是在这一个月的时间 你必须是居住在澳洲港 你不能说是海外 你说我要去申请这个补助 好吧 那同时的话 你也是领取了叫做age pension 养老金 或者是我举了几个比较 大家可能会常见的例子 其实它的这个政府的津贴的 还有很多 大家可以去 如果大家感兴趣 我可以把这个发给大家 然后是或者是其他的 政府的津贴 这个user launch 就是青少年的津贴 在这里也出现了 在上面的个人经济补助也出现了 你同时有可能会拿到这两个经济补助 因为这个经济补助是一次性的 750澳元在3月31号 这个7月13号也是一次性的 但是这个550澳元 持续 持续也是到10月27日截止 但是是没两周半 就是更长的时间 不少而已 是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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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最新满足的这些条件的话 你可能才会拿到这个养老金 如果你们是它是两个人的话 每个人能拿750 也就是一个家庭 就是两个夫妻两老人 可以拿到1500澳元 OK 就第一次3月份可以拿到1500澳元 在7月13号用1500澳元 好吧 那行 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我就是今天跟大家讲的 关于经济补助 好吧 然后希望对大家有很多的一些帮助 然后大家也更好地了解了 这个经济补助 然后看一下自己是否满足这个条件 然后去争取能拿到这些经济补助 然后能度过这次的疫情的难关 好吧 这个是我的一个联系方式 好吧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 也欢迎跟我去联系 然后我尽量去帮助大家去解决一些问题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在聊天室里面发问题 我尽量给大家解答 好吧 谢谢 也祝大家身体能健康 一切顺利 好 先翻过来 好了 那Chris 我来说两句 今天呢 讲到这儿 现在在线的人数的话 我看一下有问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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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说 现在的话呢 大概网上大概有一百多个人吧 然后我们这边的也是之前建了一个有微信群 建了微信群的话呢 在群里边 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群里边问 还有一个YouTube的直播的内容的话 我们会做一个录制 然后发到到时候会是有一个链接 然后发出来 就我的理解 我的理解 今天其实你聊的几个话 一个是 一个是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的话最多就是10万 然后最少就是2万 对吧 然后个人的话 其实就是 额外的每两个星期5005 然后还有一个一次性的是一个人 7500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两次以7500 养老金可以提前的预支 对 还有其他的吗 因为我轻下来的话 最主要就是这几个 最主要它是这个是在 其实它还有很多的一些其他的政策 比如像企业或者是个人的 但这些的话 不是直接为你拿到了一些现金的支出 我这么说吧 就是为什么我把这些选出来 跟大家去分享 因为在这个时期的话 你的营业额下降 或者你的收入没有了 其实是现金流是最大的一块 其实如果大家度过了 尽量我们保持一个距离 保持一个距离 好 我可以这样你可以在 然后我觉得现金流是大家最需要去注意 我作为一个会计师 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 企业能不能生存最后是现金流 对 就是说我常可能跟客户是说 你可能赚很多的钱 但是你的钱收不回来 对 你的企业也可能面临的一个可能破产 就是在澳大利亚有一个数据 就是最可能会被破产的公司是建筑公司 因为建筑公司它的现金流 你只要是不管你好的话 就有可能现金拿不过来 别人要催催这些所有的交货 你弄不来的话 你的保险它的保险公司就会找你麻烦 你有可能就是支付不了 你可能就会倒闭 对 有人在问 就是说企业补助现金补助 会影响本年的profit annals吗 不会 不会完全 他是这样的 你的收入 你的利润表会增加 但是我之前说了 这个是免税的 完全免税 完全免税 就是说你的利润表 会显示现金部署 比如说是2万欧元或者10万欧元 会在你的利润表显示 会是你公司的利润这一块 但是是免税的 也就是你在税表里面 你可能就不用放上去 或者如今上周刚申请 月儿今天估计的 有点断 有点断 有地方断 还好 刚才在转 有没有什么问题 他就说 育儿这种还能还在申请补助金 还有机会拿到750 你能看到吗 我看 Alex问的 哦 看见了 关于个人的补助金 隔壁老王詹姆斯 那个Centerlink 不用去现场的 迈克刚才说了 可以在网上去申请 可以在网上申请 然后现在其实政府的政策 Centerlink 他们其实是在招工 因为他们需要更大的工人 去满足这么多人的需求 是 其实当然了 招人 因为现在 Centerlink是很大的缺口 确实 所以危机里面找机会 其实就业机会 还是很多的 Alex这边的问题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具体根据你的情况 可以向Centerlink去询问 而且Centerlink是有中文服务的 对 是有中文服务的 没错 好吧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 然后还有说 请问雇主现金补助通过什么形式 返还给雇主 形式的话 就是他会把现金这个补助 直接打到你的ATO账户 是直接打到之后 对 变成一个credit 对的没错 然后这个credit的话 如果你是有之前所需要交的这个税 这个credit就跟你的税做抵消 如果剩下你还有credit的话 这个credit就通过你在税务局 记录的银行信息 然后打到你的锁定 就是指定的这个银行账户 好 然后家庭经济补助需要额外申请吗 应该是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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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经济补助了 但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 你的工资大大的降低 你可能现在就可以满足了 当你满足这些条件的情况下的话 你就可以去申请了 好 我想再说一下刚才最开始咱们开始讲座的时候的话 不是讲座 今天其实就是在线分享 其实还是要感谢弗林德斯大学 然后把这个事给传起来 我想要再给Emily打悟回去的一个时间 你再讲一讲 因为我个人觉得就是说最近这段时间很适合一些中小企业主门 然后腾出来一段时间去学习 学习的话呢 你让成人学习啊 应该有很多东西 咱们福林德斯大学乃至其他大学都有的这种解决方案 MBA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嗯 对吧 然后我个人觉得你还是可以再介绍一下咱们福林德斯大学MBA的课程 对吧 然后我们这边的一些个就是对于这个就是成年人 有企业主 然后他们自己充电的一些方式 有没有哪些东西可以推荐一下 然后现在其实也有很多学生在线 应该应该有学生在线吧 我不知道啊 你可以聊一聊 好 再给你 谢谢Chris 那我就还是把我的PPT稍微打开一下 到最后关于课程的那个页面 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 那么今天也是很感谢Michael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有用的信息 我希望今天的内容都能够帮助到大家 无论是中小企业还是个人 能够在困难之中得到一些政府的一些经济上的一个援助 那么其实呢我们学校有很多试的课程 包括这边可能字比较小啊 包括我们硕士阶段的 其实我们有Master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 Master of Accounting and Marketing 那么其实今天想重点跟大家推荐的除了刚刚Chris提到的MBA以外 我觉得Marketing也会是这段时间过后 大家如果能够重新回到正常的经济环境当中 能够正常的营业的情况下 可能Marketing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宣传公司的一些文化 或者是公司的一些营业的那个方向 我们学校的这个Master of Business下面的Marketing的这个方向 其实大家如果有空去看一下我们的整个课程架构的话 其实我们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商科硕士的学位 因为我们觉得如果读商科到了Master level 很多都可能是有一定的工作经验 或者是自己想要创业的这样的一群人士 想要学习更健康的这样的一个curriculum 举个例子吧 我们的市场营销的商科硕士 Master of Business and Marketing 不单单教大家Marketing的知识 里面也会有Accounting的知识 也会有Economics的知识 也会有Financial Management的知识 因为我们觉得你读到商科的一个硕士学位 你是需要一个整体中和性的 更加全面的一个知识架构 来协助你自己的个人职业规划和发展 或者是你的企业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长远目标 那么当然刚刚克希也提到了我们的MBA MBA在我们学校呢 是有一个工作经验的要求的 那么如果说各位现在在观看这个视频直播的大家 如果说你们满足工作经验的要求 可以去申请我们的MBA 那么如果说是可能工作年限还不到 刚刚毕业或者只有一到两年工作经验的不要紧 我们的Master of Business是不要求工作经验的 现在呢由于疫情的影响 我们学校也在上个礼拜出了通知 从下个礼拜一开始 我们全部的课程都已经换成online的课程的一个授课形式 那么现在呢因为三月份的intech基本上就已经过去了 那么如果大家现在想要进修的话 其实可以考虑一下七月份的一个intech 看看有没有适合大家的课程 或者说大家感兴趣的一个方向 那么我觉得我今天也就这样简单的 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商课的硕士情况 那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欢迎大家到我们Flindus的官网 www.flindus.edu.au 去了解更多关于课程的信息 谢谢大家的时间 接下来Chris你要不要再 我们现在应该还有几个小问题 你要不要再给我们再解答一下 我们继续解答一下 解答一下问题 既然大家有人在问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在那里 你们你读一下 行了 这边其实群里面也有 就里面 我现在能看到的话是说 政府有没有计划 对工作签证有人的经济补助 不好意思 这个没有看到有这方面的补助 但是现在的补助还是针对于是说 澳洲的永居或者是公民 才可能有这样的经济补助 对只有签证或者没有澳洲的永居 或者公民应该暂时还是没有 现在的话 个人补助的申请网站连接 我一会发到群里 好吧 我也发到群里 然后企业贷款的利息 还有对企业类型的要求是吗 对的 就是说这个不是做政府给的 这个企业的要求 主要还是银行 OK 政府唯一他能提供给这个 给这个银行的 就是说比如像是50%的担保 或者是政府的话 就是这个澳洲的中央银行 让这个银行可以减少对这个无抵押的贷款 降低这个利息 现在好像是4%还是4.5% 也就是说你平时要去做贷款的话 你无抵押利息是10% 那就可能会减少4%或者4.5% 就是你的利息就会更低 做这样的这个无抵押贷款 好吧 就是可能利息会更低 然后要求还是有的 你还是要提供你的财务报表 你的记报表 或者是还有你的个人的信息 拿银行来审核完了以后 你是否通过 所以这个需要你跟银行去沟通 以为只是做企业方面 我们个人的补助 对 这边海内娜在说 不仅仅是企业还有个人 对 个人这个还是很重要 对 这个个人也是包括了840亿的补助 所以因为主要是因为你做企业的也是个人 可能你也是如果你被影响到的话 也有可能是说这方面的这个补助 你也可以是满足的 所以我是尽量把最完整的信息 尽量最完整的信息 在最短的时间给大家分享出来 看魁师你那边还有 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个子太高了 我闭嘴做了 我脑袋在上面 对 今天的直播基本上就到这了 然后稍后的话 我们会在群里面把一些有用的信息发出来 然后关于这个视频能不能录播 有没有录播的这些东西 我会检查一下 查一下稍后的 如果有的话 我会给大家分享出来 还有一个事情 我想要说的 现在咱们群里面应该有很多中小企业主 咱们有两个群 一个是大群 一个是小群 小群的话 里面是通过微信广告 通过圈广告 我们看到了之后有很多人填写表单进来的 这个表单的话 其实我们只收集了什么信息 第一个是姓名 第二个是电话 然后以及你所在的行业 其实大家都是填了表单的 我们稍后的话会在我们小群里面 只有填了表的人才会在这个群里面 我们会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兴趣的话 去把这个信息如果愿意分享出来 也分享出来 同城间的话 不同的行业之间的中小企业主的话 可以互相沟通 尽量去做一些个不中有无 然后一起自救 这个的话我个人觉得是很有必要的 关于其他的一些marketing东西 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今天咱们已经很长了 时间已经很长了 我就不多说了 我们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 会多说一些关于这些东西 而且我也会整理一下这一个 比较有用的一些个工具 然后给大家 大家在家的时候可以开始自己学习一下 然后可以开始自己学习 就是业务不太好的话 你就自己学习 然后学习好了之后的话 你就不需要找广告公司了 对吧 你找广告公司你需要花钱的 然后你如果自己能搞定的话 你这事不就自己搞定了 对吧 行大概就是这个情况 好吧 感谢今天各位 我们今天大概是最高的时候 有130多个人同时在线 OK还是不错的 OK行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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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